过年快到了,要关心弱势团体 宜兰县政府为了协助县内的独老、街友、竞平家庭等弱势族群可以过个好年 特别结合了国际狮子会跟民间企业 募集、郁寒的衣物、奶粉、毛毯等民生物资 便也在过年前分送给他们,希望可以过个好年 为让弱势民众也可以安心过好年 宜兰县政府特别结合国际狮子会 300、A2区以及民间企业 淡理侯府齐天让爱永传的关怀计划 募集、郁寒的外套、奶粉、尿布以及生活家电等民生用品 分送给弱势家庭,让他们可以温馨过好年 第一,我们作废的时候更做好设计 第二,这个功力也来自于我们县城 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关心 第一,对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的活动 逐于第一年上任的时候 或者托于第一年机会来跟现场拜访 那么了解到现场行政爱民之意 他对这个弱势家族的一个机会 他非常用心,非常要来照顾 另外能够做这些活动 是我们联合到好的团队 就是我们的国际市集团的三名的一项 让我们十个人的分为 再来就是我们大金开金协会 有很多年来给我们导致的活动 我们的问题都给我们管养就是我们的同伴 现场林聪贤除了颁发感谢状给各式子会跟企业团体外 并表示会跟民间单位共同合作 来提升服务弱势民众的网路质量 让关怀物资可以及时到位 达到幸福宜兰2.0的政策心愿景 今天我们的年选已经超过一千万以上 包括我们推动的这个叫做托平方案 其实各位对于这样的一个行动 付出给我们社会的回应 其实带来的不是只有这些国外的效果 其实我们每年 那个突破突破 跟我们几个台北市的 市集团的这种会凶的行动 其实在我们整个南洋地区 也引起 不管是台北市新北市 或是我们自己 这个社群里面的国际社会 也通通受到各位的感召 一起来行动 这也就是个月 在防御市值精神里面最重要的力量 这次关怀计划除了捐赠市值 大约200万的民生用品以外 同时也捐款38万元 协助县府办理托平方案 让经济弱势的民众 也可以幸福过好年 依赖一新的记者 赖福星采访报导